我们讲这个男性 他这个动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我为了配合讲解 就是稍动一下意念 让它适动带着你这个气在走 首先易动 生动 这是两种 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就是各种太极 包括舞蹈 包括所有的武术 一种定式 要就是伦比达拳 什么这个 匀手 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当中都有 因为他人体 关节就这么几个 胳膊腿 他就这几种方式 手通常是 能画出八卦 脚是五行 脚的变化少一点 但是脚更稳 一定要稳 我们启示的时候 不管男女 一般都是从脚开始 然后 就是 哪怕细微的动 感觉这是有气 脚开始 正挂是脚 然后再是上支所有的 这个男性呢 往往就是打出来的这种武术 包括太极在内 可能这个男性的气血比较壮一点 之前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太极 我练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 我那个 有一个 异界人士 他能看到 旁边有个张三峰 就是 他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分铃吧 什么的 人家当然打得比我好 应该可以 就是动作更多 像我呢 本身 因为从小 各种原因 这个 这个 筋脉 还是没有成胎 翻跟头 批刹 爬枪上腹 还是 还是不够 还是差的 所以再慢慢来 先从病理开始调 到好的时候 像夏天 像能量强的时候 他自然 这种 这种 动的这种 能量就 很大 这就是 男人的功 女人的 打出来的就是舞蹈 就是反正 他有的时候 你如果是偶尔 他不经意 想动异 你可以跟着他走 各种 各种这个 全都能出来 包括反正 这种地态滑 像一些 刀钱棍棒 他也是信手年兰 地方也比较小 就是 只要你 悠得动 他全都会 随着你这个肢体 他自己觉得舒适 全都能玩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道家的逆修第二阶段 自发工 然后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刀钱棍棒都会 也是一个小的阶段 往后还有很多很多层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 我们一直练 这个身体 就会越来越好 摆病不生 即使有病 他也会自我调整 一刚一柔 我们简单的就 产生到这 就是动 一定也要松静自然 我们有不懂的同学 互相我们可以 在评论留言 探讨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